我還在想為何欣婦洞會這麼漂亮 原來這裡才是地獄門 不是很想去 高不高 我來到遜港的重要景點之一 就是我身後的五行山 今天有任務要做的 就是上山後落地獄 嗯 現在去遜港機票這麼便宜 有幾個咖啡轉遜港 吃下越南粉都不錯 遜港入面一個著名景點 五行山 五座山以五行命名 即是金、木、水、火、銅、土 五行山入面最美的地方 就是我身處的水山入面的玄空洞 我頭上有三個大窟窿 是當時美軍炸爛了 但幸好裡面的建築還可以保存得住 不過今天想帶大家看的 並不單止是五行山 而是山腳的另一個洞 聽說有條路 直達地獄 在五行山的電梯旁邊 有一個地方叫做 Amphoo Cave 中文名叫做 陰府洞 五行山和Amphoo Cave 是分開買票的 大家要注意 過橋在道教思想入面 就好像通往死後世界一樣 在洞的入口 就有一左一右的鬼差 好像黑白霧上這樣公認我們 這個洞真的非常有意思 我旁邊這個位置就是判官殿 即是說做得壞事多的話就落地獄 做得好事多的話就可以做神仙 在這裏連炎羅王都在這裡駐守 正所謂炎王要你三間死 誰敢留人到五間 大王我來參觀 我還在想為什麼 欣婦洞會這麼漂亮呢 原來這裏才是地獄門 這個洞裡地下很滑 所以大家小心點走 好難 我不想煽死 這麼快就落地獄 哎呀 真的很害怕 黑白霧的路 開始沒有音樂了 不是很想去 高不高 這個洞很深 我看不到東西 突然眼鏡 很漂亮 我的天啊 還有呢 我看到盡頭了 不想落地獄的話 也可以向上走 走上神仙的階梯 不過樓梯相當多 少一點體力都不行 你以為做神仙真的那麼容易嗎 終於上來了 好漂亮的景色 但問題 我怎麼落回去呢 不知有沒有去過五行山的朋友 錯過了配角的陰府洞呢 下次再來遣港的時候 不要再錯過了 明天再見 現在開始登記